在奧運體操鞍馬項目 為中華隊拿下銀牌的 李志凱回來了 一下子立刻引起所有民眾歡呼 人氣超級高的他 那還跟大家的親切自拍 坦言這次比賽 動作備戰一年多 算是第一次最完美的呈現 也再度跟功不可破的教練 李玉信現場相擁 推著心力 帶上閃亮亮銀牌 沒錯 我們鞍馬王子 李志凱回來了 空姐們舉著牌子列隊歡迎 李志凱就只是揮揮手 也能引起騷動 拿起手機李志凱和大家自拍 展現私下大男孩的一面 畢竟這面銀牌真的得來不易 我們整整備戰了一整年之久 就是其實在去年三月的公開 美國公開賽的時候也是失敗 然後再陸陸續續的大大小小的公開賽事 其實都沒有將六點七個展現出來 那這次可以第一次在奧運會場上這麼大的電堂 把六點七個展現出來 其實我覺得我跟教練的努力就是值得了 我們做到最後還堅持到完美落地 我真的是有一種也不能哭得太大聲 就小聲一點 那真的喜悅藏在心裡 創下台灣體操界歷史新篇章 旁邊的教練林玉信功不可沒 兩人僅僅相擁 也誓言瞄準三年後的巴黎奧運 要把金牌拿回來 接下來大家知道明年就還有個亞運會 那接下來還有二零二四的亞運 二零二四的奧運 那回去的話就會繼續跟教練 繼續做溝通跟做安排 這次凱旋徽國帶著銀牌是送給爸爸最棒的禮物 安瑪王子完美落地 休息一下 我們期待未來在國際舞台持續看到李志凱 創造巔峰記錄 記者綜合報導